众所周知 娱乐圈里面的明星 他们的收入非常高 所以有很多人梦寐以求 想进娱乐圈发展 当然娱乐圈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有的人自己努力摸爬滚打多年 才逐渐被大家所认知 而今天小编要说的 就是这样一位明星 相比其他明星 他算是比较幸运的 说起周冬宇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一直以来给我们的印象特别的深刻 活泼可爱 虽然说他的长相 不是让人一眼惊艳的那种 但却很耐看 周冬宇有着一张 极具清纯气息的脸庞 加上自己小小骨架 使整个人带着一种 少女独有的清爽感 趁得人明亮而温暖 让人甚是喜欢 周冬宇1992年 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是一位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 这几年 她在娱乐圈的热度一直很高 出演的几部影视作品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 而她也凭借自己的实力 收获了很多喜爱她的粉丝 周冬宇因出演 山楂树之恋而出道 作为某女郎出道的她 演技也是十分的了得 近些年来 更是获得国内外各项大奖 成为了娱乐圈 不可多得的90后影后 在这之后 随后又凭借着 《同桌的你》 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在2019年 与易阳千玺主演的 《少年的你》 更是席卷全国 电影热度不断 网友对周冬宇的表现 也很认可 虽然说她没有背景 没有学历 但是她一直靠着自己的实力 可见周冬宇 虽然年纪轻轻业务 能力却很强 她在成名之后 也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 在每一次出现在 荧幕面前的时候 都是很游刃有余的 每次都能给大家 留下一个很好的感觉 早前周冬宇晒 出了一组 她吃面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 画着淡淡的妆容 一头短发 看着也是格外的精神 看起来青春焕发的样子 本身吃个面是没什么的 但是看到了她的配菜 网友们都不淡定了 我们吃面的时候 有时候回家一些配菜调味 她在吃面时一旁 也放了一个小盒子 这个其貌不扬的盒子里面的东西 黑乎乎的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盒鱼子酱 一种比较昂贵的食材 一般这种鱼子酱 一盒子就要进千元 得知价格后的网友们 瞬间都不淡定了 很多人都纷纷吐槽 吃不起 虽说一些明星日常不怎么高调 不过对于收入比较高的 他们来讲生活水平 肯定跟一般人还是有差距的 平常人日常不舍得吃的东西 对于周冬宇而言 这可能只是很平常 甚至觉得很简陋的一餐吧 周冬宇能有今天 是他自己不懈努力所换来的 没有人天生是聪明人 重要的是 他们是否辛苦工作 是否面临困难 不会退缩 周冬宇做到了 也成功了 靠他自己 现在他虽然也仍备受质疑 就像他出道时期一样 但不同的是 现在 他站在越来越高的地方 微笑着面对世界 最后祝愿 他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顺利 也希望他每天都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留下爱心和关注吧